在玩家之間普遍覺得不夠完美的忍者外傳3 即將以強化版忍者外傳3 立任邊緣 在任天堂的新主機上推出囉 這次不但會有新角色 而且還會重新放入成長要素 保證是大大充足的遊戲內容喔 光榮特庫模宣布 將會配合任天堂今年12月8日 發售的新型遊戲機Viu 同時推出忍者外傳3 立任邊緣 本作品是2012年3月 於PS3以及XPAC360上發售的 忍者外傳3 強化版 除了魅力所在的激烈暴力打鬥 以及超級速戰鬥都予以保留之外 追加新武器以及忍術 讓玩家在戰鬥中有更廣泛的運用之外 並且已經增加了可以使用的女忍者 林茵 以及追加的專用劇情內容 另外還有角色和武器的成長要素 大幅充實了遊戲的內容 操作方法也結合了 WiiU Gamepad的觸控螢幕 玩家可以更流暢地進行遊戲